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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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莉莎師姐 她在尋找一個人的時候 姚石金母說 幾天會出現 她就出現 是不是 特莉莎師姐 請你站起來一下 對不對 非常靈感 非常靈感 只要幾個小時她就出現 很久沒有出現 這個人很久沒有出現 但姚石金母講馬上就出現 還有一個從中國大陸來的 她也要找她的兒子 有沒有 姚石金母講說 你來求我 她就馬上出現 真的差不多一天吧 當天晚上 當天晚上 她就出現 她的兒子就出現 那感應的事情 這個數不清的 這五共團的一位 一位師姐 佩良師姐 她在哪裡 她的父親 她的父親 這個 到佛國淨土去 這個問說 什麼時候可以去 所以 姚石金母講 當太陽下山 當天 太陽下山的時候 你的父親就到佛國了 這個 當天晚上 是不是 不是 是 她指定的時間 非常的準確 非常的準 而且跟她講 當天晚上 你的父親 就要往生到佛國去了 我一想 我當初的時候 姚石金母這樣子跟我講 我很怕 怕什麼呢 其實不應該怕 她說 我突然間冒出一句 她跟我講 當就是你問事情的 這一天的晚上 你父親就要走了 如果她拖到明天早上 如果她再多佛幾天 如果她再多佛一兩個月 甚至於她再多佛一年 那我豈不是完了 問完了事以後 我跪下來求姚石金母 你跟人家講 今天晚上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講今天晚上 那是 那是馬上就要兌現的 因為是中午問事情 你說今天晚上就要 她就要往生佛國了 馬上就要兌現的 經過幾個小時 馬上就要應驗的 我好緊張 我就問那人 到底走了沒 還好 這個住持得會上次跟我講 她就是 當天晚上走 這個都要應驗的 再不應驗怎麼行呢 來 這個漏氣就漏很大 我今天坐在這裡講 哇 要是金母很靈感 是這個連根 連根法師 也是要應驗的 最後一次我跟你講 到第一爐燒三個金 第一爐去燒三個金 燒完 她馬上就恢復 是不是 因為她這個發燒一直在燒 一直燒不停 就算吃了要退燒又來 退燒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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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是 就是 我走到她面前問她 好藍莓 她說還沒有 哇 心裡非常的旁旁 怎麼辦呢 她還沒有好呢 我跟耀石金母講 怎麼樣 你到底要怎麼樣 這樣 當時的時候 她說 第一個爐燒三個金 我就跟她講 第一個爐燒三個金 今天晚上就去做 第二天她就好了 花燒很多天都沒有退的 看了好幾次的醫生 既然耀石金母講說 第一爐燒三個金她就好 這種靈感哪裡來 這種靈感哪 真的非常的有靈有豔 最偉大的耀石金母 我們很毛膽 就是 這個靈感 就是 我們要嘗嘗 這個靈感 我們的靈感 另一身 這樣